这些食物会生高血脂 一,烧吃碳水化合物,高脂肪,掉油腻的食物不能吃 如鱼花肉,猪油,鱼肉等等 二,烟,酒,碳酸饮料,也最好不要胖 三,如果摄入过多盐粉,不仅会影响内环境的渗透压 还会使血管痛透性降低,引起血管堵塞 血压一高,血脂也难闻 所以,高血脂患者不要吃高盐食物 四,猪嘎,猪肾,鸭嘎,和虾,鸡皮,黄油等高胆固醇食物也最好不要吃 否则也会生高血脂 五,高血脂患者或多食入糖分,会软变成甘油三脂 经体血脂上升 所以,糖分高的食物如蛋糕,糖果,丁吉林等,也要拒绝 吃什么可以降低血脂 一,用NR麻酸的食物 取用带有NR麻酸的食物可以降低血脂 它除了可以降低血脂,还可以分解体内不要的脂肪 二,菌类 鸡汁可以单用,也可以和降血脂的药一起用 一起用的话,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 还可以改善血浆粘度 还可以让血液流通 顺畅无比 鸡汁还可以降低其他东西对肝的伤害 可以降低感受到的损伤 还可以对心脑血管气到保护的作用 蘑菇也是高带白食物 里面还有着天然维修素 吃了还能降低胆固醇 可防止垃圾在动脉里沉淀下来 同时母骨还可以降血压 三,鱼里的脂肪非常的少 三分鱼里有着很多的不饱和脂酸 可以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 可以提升蛋白胆固醇的密度 还可以让血管弹性增强 例如,鲤鱼就是很好的酱汁食物 虽然它脂肪含量比较多 但是身体里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身体和血管里的垃圾 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四,水果蔬菜 几乎是所有的水果和蔬菜 都差不多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可以预防便利 比如大蒜,茄子等 大蒜是个很好的东西 它可以降低血脂 还可以预防脑血栓 可以对我们的心血管产生保护的作用 茄子里有着非常多的维生素 茄子可以降低血脂 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茄子里的维生素 是维生素P 它可以让毛细血管的弹性增加 茄子还可以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